一分鐘英文閱讀,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順剛教授 在哥倫布發展美洲一百年之前,人類的類史上和海史上發生了一件最大的大事 就是1905年,中國的政和遂領了幾百艘大船去到西洋 西洋就是今天的南洋通印度洋,去到印度的南部,波斯灣和非洲東部 我今天想介紹給各位聽眾的一本書,就是講這段歷史的 這本書名叫做《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作者Louise Lovets Louise Lovets是一位國家地理的編輯,一直以研究歷史為主 在1990年,他曾經去到南京大學,為中國歷史做實地研究 政和下西洋和其他後來的歐洲人航海,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中國當時是全世界最強的海軍力量 但是他呢,就沒有在商業環著數,都沒有佔領到海外一村的領土 他只不過是殺害西洋,宣揚國威 下了七次西洋之後呢,就回到中國,給了朝廷報告 之後,明朝就宣佈海禁不再做大船了 書中有地圖,有圖片,有相當多歷史研究的成果 但是,它不是一本歷史書,又不是小說 可導性非常之高 最近由於,就到了正和航海六百周年了 所以紛紛有很多書出來 我覺得這麼多書中間,可信性最高的 就是這一本《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首牽手,做過讀書人 一分鐘英文閱讀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順剛教授 現代土耳其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 叫做Orhan Pamuk 他最近一本書叫做《My name is Red》 在講十六世紀的時候 一些土耳其朝廷的miniature畫 就是作微型畫的一眾畫家、藝術家 彼此討論他們的工作 為了爭論,其中有個人謀殺了另外一個畫家 Orhan Pamuk 是一位現代化又非常有歷史感的作者 讀者對於這本書《My name is Red》各自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是一個愛情故事 亦有人認為是一個既願而又神秘的小說 這本全篇小說寫法非常之不同 五十多張,每一張是以某個角色 自己自熟講出來的 包括一隻狗 一個gold coin 一棵樹 一個chapter叫做I am a tree I am a coin 就用coin的角度來看世界 總體來講是一個mystery book 就是一個神秘小說 但是它反映出來十六世紀的時候 伊斯蘭社會中間的畫家和蘇丹 他們如何完成一個藝術的作品 又講到伊斯蘭社會會畫的藝術 如何受到中國和波斯的影響 這本書如果不看到最後一張 你不會知道是誰謀殺著誰 其實總共真正的人物只有五六個 首牽手做過讀書人 一分鐘閱讀 主持馬家暉 製作張遠君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就是母親節 這個星期我都會介紹幾本 和母親的感情有關的書 第一本先介紹一本是香港的本地作品 出版社就是《進一步出版社》 是由兩位年輕的小姐合作的 那本書名很有趣的 叫《牛頭角兩小妹》 由陳宇雲和譚美興合寫於2001年 陳宇雲是一位醫生 而譚美興則是一位文化藝術節目統籌 兩位都是六七十年代 牛頭角村長大的女孩 這本書除了有文字 亦用很漂亮的圖畫 很有年輕人前衛味道的圖畫 來襯托出兩個人的成長故事 尤其是他們和媽媽的感情 畫圖的叫《醫院十一米》 在香港經常很多報紙都看到他的畫作 裏面不約而同兩位作者都說到 他們和媽媽的感情本來很疏遠 直至母親入醫院生病的時候 他們怎樣照顧媽媽 怎樣恐懼媽媽會去世 而重新感受到母女之間的親切感情 譬如陳宇雲醫生提到他讀完大學 做完一陣子想搬出去住 在辦公室便打回家跟媽媽說 她說媽媽我想搬出去 因為家地方小 媽媽便直接說她 那便好了 你終於可以獨立了 作者眼淚馬上流出來 就明白其實媽媽都是很了解她的需要 我想在母親節的日子 看完這本本地的作品 你一定會更加了解、認同、感受到你母親的感情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一分鐘閱讀 主持馬家輝 製作張遠君 母親節來臨 很多人很歡天喜地地慶祝母親節 不過不要忘記世界上很多人 為了種種的原因是沒有做到母親的 所以今天想介紹一本書 如果你沒有做到母親 你會怎樣來面對自己的生命 怎樣去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 本書叫做《如果你沒有小孩》 副題是《挑戰無子的污名》 作者是美國作家羅利萊爾 由台灣文秀出版社出版 在這本《如果你沒有小孩》的書中 作者訪問了很多位 沒有擔任母親角色的小姐女士 是問一下她們怎樣來面對自己的生命 那這些小姐女士都不約而同 就說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社會 即使是歐美社會 仍然是覺得 好像說要做母親 女人的生命才是完整的 他們從小到大接受這樣的思想 長大了 雖然自己會想 不過身邊很多人 都是總是覺得 他們沒有辦法做母親 沒有辦法生小孩 或者不想生小孩 是生命有所缺陷的 這本書裡面透過很多的訪問 小故事 來重新認識到 為什麼會有這種壓力 怎樣對抗這種壓力 還有探索 其實女人在這種壓力下 是減弱了很多 她在工作上高的生命力 因為她要計算 到多少歲開始 就要做母親 如果不是所謂的生物的時鐘 就過了 另外說到 女人如果你不做母親 不表示 你不可以感受到兒童的喜悅 以及帶領照顧兒童的喜悅 一個開放的社會 應該提供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管道 給你去接近小孩子 譬如可以去孤兒院 照顧小孩子 或者對待親戚朋友的小孩子 好像對待自己的子女 一起去透過和小孩子相處 來分享生命的喜悅 總之整本書的結論就是 這個社會應該是多元的 我們歌頌母親的偉大 亦是注意到千萬不要 給一些沒有做母親 或者不願意做母親的女性 一些壓力 這樣對女性或者男性 都是不好的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 一分鐘閱讀 主持馬家輝 製作張遠君 今天要介紹一本書 就是台灣的書 卡桑 一個雜貨商女兒的心情回顧 由一方出版社出版 這本書的作者是鄭麗晶 她在2001年推出她的第一本著作 《蒸漏水之戀》 鄭麗晶曾經在國立陽明醫學院工作 達五年 之後選擇了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卡桑》 《卡桑》其實是日本話 《卡桑》就是母親的意思 這本書好像是小說 又好像是真人的傳記 講她怎樣在一個家庭成長 她的家庭是什麼家庭呢? 父母親經常是誤會重重 甚至是很多爭執 母親曾經有外遇 這些關係在台灣社會當然是備受壓力 作者透過故事裡面的人物 就展現了她從小到大跟著媽媽一起出去 也都陪著她媽媽遭受不同的眼光 歧視 譬如跟她媽媽去會員她的情夫之後 回家她媽媽可能要叫她幫忙她說謊等等 到最後她見到她媽媽有一晚在她面前痛哭流涕 她明白到她媽媽真的受到很大的壓力 過了沒多久她媽媽又穿得飄飄亮亮白色的衣服 和戴上最喜歡的珠寶是上吊自殺的 自殺之後她又更加透過追尋她媽媽生命的經驗 重新感受到母親和社會之間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悲劇呢? 到底是誰錯呢? 母親的錯和社會的錯? 還是大家錯?還是都沒有錯? 還有最後感受到一個女人生命的價值和尊嚴 應該是怎樣建立的 這本書是非常感人的 除了文字也有台灣近年流行的繪畫風格的圖畫 配合來看非常容易讀 但是讀完之後你會深深記住很久很久 首牽手做個讀書人